我88年,我是浙江大学的设施 自己年收入也有30多万 我想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男的,过分吗? 过分,非常过分 你凭什么找条件好的 你们女生,你们找对象好 特别大龄是女,就是有无缺 你自己不承认 你想想吧 一个条件比你优越的一个男的 你觉得他会在乎你的条件吗 他不在乎 他更看重的是什么 这个女孩子能给他带来情绪价值 男孩子赚钱就是让女孩子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 你说你年纪大,脾气又不好 生育价值降低了 然后外贸价值也降低了 你能给男的提供什么 你一年你赚30万 你又不愿意给男的花 你赚那个钱有什么用吗 人家年收入50万的男的 人家有很多人 每个月给女孩子花个3000、5000 女孩子就很高兴了 年收入50万的 每个月给你花2000块钱 你看得上吗 年收入50万才愿意花2000块钱 对啊 那太够了吧 不是够 你看你的需求本来就很大 你们女生特别汤林之女 对门当户队她有误解 所谓的门当户队 它是双方的需求对的 能够平衡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刘强东为什么找奶茶妹妹 她不找其他的女企业家 奶茶妹妹其他条件也很优秀啊 对啊 但是她不至于说能加这么优秀的一个男的嘛 但凡奶茶妹妹有一个条件稍微差一点 有可能留下人就看不到了 都是要经过平衡的 你说哈 你说你想找一个优秀的男的 嗯 是吧 你拿什么去平衡别的 你性格很好吗 那你觉得我就脱不了单了吗 如果我想脱单 该怎么办 脱不了 你想脱单哈 给你两条路走 第一条 就是什么 你去找一个各方面经济条件 它都不如你的男的 你身高165 你找个162的 那就没问题 是吧 你年薪30万 你找个什么 年薪10万的 也没问题 学列硕士 是吧 你找个中专的 也没问题 你35岁 你就找个什么 30岁的 那就没问题 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那要不然你想找条件比你好的 那也可以 你找一个 理议的 或者这个上偶的 45岁以上的吧 这种的话 你可以对他提物质上的要求 你可以让他各方面条件 都比你优越一点 这也是可以的 能不能接受呢 还是接受不了 还是接受不了 所以什么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他要去平衡 双方之间的这种关系 你说我说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都不喜欢 都不喜欢 那脱不了单 从来我这样的 你真的没人看得上你 你让你撕这不行 咱俩就将就一下 历史于哪一类 就是年轻有文 年轻 然后让我给你花钱的那一种吧 对啊 哎 你觉得你愿不愿意给我花呢 也行吧 先转 先转个520 转520有什么好处吗 不用 你先给我把机票先报销 哈哈哈 可以吗 报销完之后呢 报销完之后 我同意你来追我 还得追啊 你不追是怎么可能 那我毕竟我是一个小男孩啊 你什么都不追我就跟你在一起 你这不是吊着我吗 就想让我给你金钱上的好处 然后吊着我 你就打光棍这么多年了 你遇到我这么优秀的 还在这纠结啊 我要是你啊 我早就砸钱了 是吗 你说你赚30万有什么又买一个人花得完吗 你操上这个心了 我不是操这个心 我为你好 我跟你讲 我喜欢的女的 我才花她的钱 我不喜欢的 一几分钱会花 这么说你喜欢我 对啊 她钱砸我连 然后就看不上 我妈说呢 一个女孩子 如果喜欢你 她就另一个人花钱 行吧 就这样吧 你先票票票一下 那你先跟我回家吧 我给你拿钱 不行 怎么了 怎么了 先先先报机票再收 报机票跟我回家吗 报机票呢嘛 先报嘛 报完再收